現場來賓非常默契喔 你看 今天Jazzco是黑與白 代表單身生活就是這麼黑與白 對 沒錯 這是一種心理反射 哪有 我們很多才多姿啊 所以你想一直單下去嗎 如果沒有更好的選擇 單身也很好啊 真的假的 蛤 是不是你是不想在什麼呢 我覺得這種事情要 你要想 它才可能有耶 要起心動念 對 我們沒有說一定要單身啦 但是如果在沒有遇到這個對的人之前 你就享受我們的美好的單身生活 今天主題是美好單身生活 你不美好嗎 那我先舉牌好了 好 你覺得你的單身生活美好的人 幫我們舉行 美好是綠的這個 對 綠心 對 是不是你也是美好的啊 不是 那是因為不得已 所以只能讓它美好 你不得已你就不應該拿這個牌囉 那就好像說你要出國 你明明要去歐洲 你就上了飛機 就是要飛日本 那你就只能在飛上開心一點 不然怎麼辦 就這個意思嘛 有這麼被迫 這麼無奈 它也不能叫被迫 我覺得就是適應性 比方說一般人要上班嘛 那你上了班就不能在家當大小姐 你上班就一定要規規矩矩 有另外一個樣 那我們現在單身嘛 那單身你總不能每天在家哭吧 不對嘛 那你就脫單啊 你這麼不喜歡單身 你趕快脫單啊 你單身多久了 我單身十年了 啊 這麼久了 那你為什麼不脫單呢 不是不脫單 是有的時候是現實環境 比方說有一陣子很忙 然後比方說像現在你會覺得說 沒有我單身的時候事情好多 就單身的時候事情好多 而且你的生活圈窄了 對 所以你沒有機會 接觸到更多的女生 你就沒有 你就不會有這種起心動念 可是十年的時間還蠻久的 十年都沒有碰到 沒有耶 你單身第一年跟現在第十年 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單身第一年跟現在第十年 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現在十年後 你會覺得寂寞了很多時候 真的啊 現在感受特別深刻 不是更習慣了嗎 一開始不習慣 後來慢慢習慣 你習慣的是形態 形態就是生活的形態 可是你慢慢覺得寂寞是 你會發現 有一些小事情 或有些東西什麼 你真的很想跟人家分享 可是你想一想 就是你只有有一個伴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跟這個人分享 否則你的世界裡面 是沒有任何人 可以跟人分享一些事情 所以反而越來越覺得孤獨 很多時候 那其實多數時候是快樂 多數時候快樂 有點像在夜店喝酒 大家一直很開心 可是你總會反而去吐吧 吐的時候覺得 好難過這樣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很難的地方是 你十年你要打破 你那個單身平衡的狀態 就是你剛剛所謂的那個 很習慣十年的狀態 那這時候 如果你進來另一半的時候 你其實很多習慣 你都要調整耶 不會 快 拜託讓我調整快點 沒有 我覺得他根本是 蠻享受單身生活的 因為不可能 如果你很痛恨這種生活 不可能維持十年之間 對啊 早就 你會自己想辦法終結的 不是 一直沒有 代表你還是覺得 這樣的生活 可能比有一個伴 還來得好一點點 還是有好處 好 問一下這個子瑜 你的情況呢 其實我跟文明哥 反而是有一點相反的 就是我年輕的時候 我好想結婚 好想有小孩 喜歡有家的感覺 可是當我年紀越來越大 我以前老實說 從年輕大概高二 高二開始談戀愛 一直到我大概三四年前 其實我的戀愛是沒有停 那個沒有停並不是說 我重疊 我都是沒有重疊 結束之後就有戀愛 對 就是有人追 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我很幸福 然後也覺得 每一個交往的 好像是用結婚為前提 可是突然 三四年前一個感情結束之後 而且是我提分手 以前都是要對方提分手 我才敢說好吧 那我們就分開 可是在三四年前 我突然意識到 自己覺得有 我可以選擇 我要或是不要的時候 我突然單身 我剛開始很害怕 我覺得別人會不會覺得 我怎麼會單身 是不是我有什麼問題 可是後來發現 單身好好喔 我越來越享受 然後也覺得 我要很珍惜現在 沒有談戀愛的時間 下一個感情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變越來越好 然後對的人出現 我會覺得很美好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享受 聽起來也是單身三到四年 差不多 三四年 對 三四年時間沒有人來 打亂你的心房嗎 都有人追 但是你當我們 就是熟靈了之後 你發現自己 不要什麼的時候 很快 不對的就是 不好意思 我謝謝你喜歡我 但是我們就當朋友 所以你現在 對愛情的想法是 我還是很期待 但是不對的人就 就拜拜 就是 你可以喜歡我 但是你不要 我不會答應你 不能勉強 我不勉強 一點都不能勉強 不勉強自己了 對 所以你現在比以前 更知道什麼是對的人 反而是在你空窗之後 一個人進場 對 也許條件並不是 大家看到說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是 適合的人 自己比較越來越清楚 這幾年你覺得單身的 最大好處是什麼 最大好處啊 就是時間上 完全是自己可以 主控啊 然後或是你想要跟家人 想要跟朋友 想要去旅行 說走就走 工作上面 你的時間上面 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掌握 然後可以決定自己 要過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那不會擔心說單身 久了像他一樣 從三年四年賣相 五六七八九十 就習慣了 就太習慣了 對 然後你就忘了 然後就發現 欸 來不及了欸 可是我覺得現在 最大的重點 並不是說 我一定要馬上找到一個伴 而是我今天 如果把我自己過得很好 以後碰到一個 也許就找個老伴 可以一起生活 一起吃飯 一起散步聊天 看電影 我覺得也挺好的啊 對 所以不一定受接 就琳娜你可以找一個外籍幫 對 我去曬太陽 她可以曬太陽 其實愛情的目標不一樣了 不一樣 我不見得要什麼結婚 你想要找個伴侶 把Focus放在自己身上 把自己過好 健康 心情 這跟妳應該原來的愛情觀 已經截然不同了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說會怕越單身越久 你整個想法都改過了 就像變她這樣子 自己過得太好了 巧適的太好了 旁邊再多一個人 對 煩了 有的時候就不小心 偶爾 比如說有一個單身女性 可以在家過夜 真的那個大家親日晚 就好想送她回家 所以你看你自己多毛多 你到底是想脫單 還是不想脫單啊 都聽不懂了 所以那個麻煩感很強是嗎 不是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會很渴望 有一個女生 就整個過程全部完了 吃飯什麼逛街 啪啪啪 最後到家裡的 真的一結束 你就想 你趕快回家吧 你也太無情無異了嗎 但我當然不會這樣講 我們當然不會這樣 那你回家好不好送妳 你當然不會這樣 可是就是 每次一結束你就覺得 想要靜一靜一個人 我可不可以一個人睡啊 你知道嗎 就最大的差別 我可不可以一個人睡啊 然後睡到旁邊 所以你這個反應最直接 你根本還不想脫單 又不然就喜歡自己一個人 我真的很好想 完全 你講的跟你做的完全相反 維銘哥那你想要的親密感 還是什麼親密感 我想要親密感就是 就跟一般那個 成人片差不多吧 還是怎麼樣 那就是身體的親密感啊 不不不 可是一結束他把人送出來 就是一結束就 就覺得沒有辦法 心靈上的 我希望生活中 有人可以分享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常常一個人 請問我說三天半夜 我一個人去山裡面幹嘛 你很多時候真的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發個訊息 給某個人 萬一我死在山裡面 總要有人知道吧 可是連這個人都沒有 這個就是你記一下 張老師專線就好了 對對對 還有防止自殺 不用這個 不需要 但男生跟女生 其實真的不一樣 女生現在很多閨蜜 很多好朋友 家人 其實隨時都知道 我們在幹嘛的 所以女生真的想找一個伴侶 跟閨蜜不一樣 你小時候是功能性的 沒有功能性 真的沒有 就是你知道碰到一個愛的 我們就是狗啦對不對 好 問一下這個托摩 大家會覺得很難想像 看起來這麼帥氣心 我以為他結婚了 對 你竟然還單身 因為太帥 你單身多久 差不多兩三年 那才兩三年 才兩三年 她的意思是說 你慢慢的就跟我一樣 小朋友 小學弟 為什麼會單身兩三年 就是應該是說 分手的理由就是 想法不懂 就是概念不一樣 對 這個台灣女生嗎 對 還是你覺得可能回日本找 會比較快一點 也還好 因為其實我在日本的時候 就是沒有想要結婚 你沒有想結婚啊 對 就是因為 日本男生不是都是蠻想結婚嗎 其實因為在日本生活壓力很大 然後我們就是像模特兒的收入 就是不穩定 所以就是根本沒有想說 就是要 不定下來 對 對 對 就是要養那個 所以現在日本說很多草詩男嘛 就乾脆自己過好就好了 不去想其他人 也不去戀愛 完全不想 他連戀愛都不想 OK 你現在其實喔 大家看不出來 你已經快五十歲了 什麼 看起來整個超動靈 對啊 這對男生來講也是個關卡吧 如果到了五十大關 你不會想說有一個伴嗎 其實已經 已經習慣了這個生活之後 就覺得 就是 換那個新的生活環境 就是有一點 難 適應 你會想要有一個伴嗎 其實現在就是有好朋友 就是有很好的朋友就好了 但是不要住在一起 不要一起生活 就時間就是一樣 那個就把人家送回家 那怎麼都這樣啊 像跟你們在一起女生很可憐 我們希望是這樣 但沒有一定要這樣 真的除非是碰到 就是有兩個人的快樂 但是保有單身的一些自由 除非碰到那個女生 她跟你的想法很像是 我也想要有自己獨處的時間 沒有 其實我覺得到了這個年紀 能不能聊天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你跟這個女兒在一起 半天的講話 人家想聊天你把她送回家 那個時候大家就 沒什麼好聊了吧